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爸爸意外去世我回家奔丧 却被我妈拦在村口 到白市店取纸人 奇怪的是 这些纸人都被点了眼睛 传言 纸人点睛闫罗睁眼时大胸 果然下葬时的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吓傻 我爸死了 我妈叫我去买纸人 可这些纸人都点了眼睛 我爸去世的情况很诡异 我妈匆匆把他下葬 等到抬棺时 我哥偷偷跟我说 棺材是空的 我老家在齐县 接到我妈电话的那天 我还在学校上课 我妈声音急切地告诉我 我爸死了 让我赶紧回家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 我终于回到了村子里 院子里都是人 灵堂已经布置好了 我妈正守在灵前 我一进门 她就迎了出来 你去镇上给我办点事吧 那个叫长生殿的纸扎殿 你知道吧 就在二条街的最里头 你去拿一下我订的纸人 我有点疑惑 大家都知道 买杂纸这事 一般都是男人去 风俗嘛 还是倾向于儿子干这个事情的 也可以让店家送来 但是我妈却非得要我去拿 妈 这是不是不合规矩啊 要不让我哥 跟我去 你看家里 这些亲戚迎来送往的 孝子 要是不守在灵前 会被人笑话的 我给你叫了车 你去帮我跑一趟吧 我妈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我的提议 我只好跟着司机来到镇上 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找了两个小时 才在街角 找到那家店 绿色的门牌 在黑暗中 格外地不显眼 我辨认了 好一会儿 才在那门牌的角落里 找到了三个红色的小字 长生殿 门须掩着 天色很暗了 头顶只有一盏昏黄的灯 画好的指人站成 一排放在左侧 右侧是一些花圈纸马 随意地堆叠着 我一进门就感觉 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冻得我一个机灵 老板 老板在家吗 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 孤身一人 走进这么诡异的地方 我还是有些害怕 谁呀 一声粗利的 如同老瓜锅造的声音 传了出来 店铺尽头的指人堆 微微一动 一个高个的老太太 从指人堆里钻了出来 吓了我一跳 请问您是秦老板吗 我妈让我来的 来拿王做一家定好的指人植马 那老板一听这话 突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把我盯得浑身不舒服 然后他应了一声 你稍等就钻到店后头去了 我等了大概有十来分钟 觉得实在是无聊 就四处看看 这家扎纸店的风格和平时 我见到的普通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老板制作的指人植马长相 都有些怪异 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人物动物 加上各种彩绘图案 并不是民间常见的那种朴素的风格 让人始终觉得这些指人植马 好像要活过来一样 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盯着 我一直看 我不禁身上一寒 赶紧移开了眼睛 这里的诡异气氛 让我有些不安 你家定的指人 好在那老板不一会儿 就扛出来两个高大的指人 我接过指人 马上发现 他家的指人竟然跟真人是等高的 再看那两个指人的面容 那男性指人的面容 竟然和我爸一模一样 这是有些怪异了 这指人怎么做得这么像真人 那老太太性格很是古怪 根本没容我多想 她已经打开门 连我和指人一起推了出去 我只好找到了那辆小货车的司机 让他帮忙把指人抬上车 起初那司机有些不高兴 直到我抽出两张百元大钞交给他 他便爽快地帮我把指人抬上了车 不过路上却一直跟我抱怨 你家怎么让你一个小姑娘来拉这些东西 这可是不合规矩 我家里人不方便 没什么的 那司机见我并不往心里去 就凑过来小声跟我说道 姑娘啊 你是不知道 那司机一边说 一边用神秘的颜色往后瞟了一眼 然后压低声音向我解释道 我看着你这指人很不对劲 他这一说 我猛然就想起 刚才纸扎店里那些同款的 有着鲜艳的颜色的指人 就很好奇地问他 是不是这些指人颜色太过鲜艳了 所以看起来很怪异 没想到司机却反驳道 那倒不是 小姑娘 你不知道 这指人是不可以点睛的 指人点睛 言罗睁眼 大兄 大兄啊 怎么能让人给指人点上眼睛呢 那司机还颇为埋怨地看了我一眼 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经过他这么一提点 我才猛然想起 车上那两个指人的怪异之处 好像不仅颜色鲜艳 最大的异样之处 还在于这家老板制作的指人 全部都点好了眼睛 而且 眼睛部位画得栩栩如生 怪不得一眼看上去 就让人后背发凉 实在太像真人了 思 想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按理说 村里的这些扎纸店做的东西 都应该有相同的规格 毕竟民俗在这里不能跨过 否则 生意是不会好的 可是这家纸扎店制作的东西 未免太过诡异了些 我妈为什么非得 要我来这家纸扎店买这些诡异的东西呢 像普通人买的指人指码一样 难道不好吗 此时 我又猛然想起我在灵堂之上 我妈向我说话时的诡异神情 她当时一边跟我说话 一边挑着灵堂之上我爸的尸体 声音压得很低 神色也很慌张 好像并不想让人知道 让我去拿指人这件事 难道是我妈故意订购的 这么诡异的东西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赶出了脑子 这件事情实在太过诡异了 绝不可能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还是很相信我妈的 我赶紧驱散自己心中的胡思乱想 突然 司机一个急刹车 我的身子伴随着巨大的惯性 往前撞去 咚的一声撞在了前挡风玻璃上 撞得我头晕目眩 耳朵里嗡嗡直响 只模模糊糊地听见那个司机大声 朝我喊 拼命地摇晃我 大约过了得有两三分钟 我才慢慢回过神来 老司机吓坏了 小姑娘你没事吧 师傅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 别提了 刚才一个猫突然间从前面窜过去 我一晃眼还以为是个小孩 跑过去了 赶紧刹车 没想到你没系安全带呀 我赶到额头上一阵剧痛 赶紧探出头去 在车窗旁边的后视镜里照了照 我的前额已经撞破了一大块 血顺着前额的伤口滴了下来 怪不得司机吓成这个样子 然而 就当我要缩回头时 我却猛然发现 后视镜里有一张雪白的大脸 贴在后车窗玻璃上 对着我 阴侧侧地笑 双颊还画着夸张的颜色的腮红 是那个纸人 我猛地回头看去 果然一个纸人被颠簸地贴在了车窗之上 我正想叫师傅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纸人时 却发现 那个司机早就已经下车查看路况去了 天色越来越黑暗的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太清楚 那司机没走出去几步 我就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我坐在驾驶舱里 根本就不敢动 那两个纸人未免太像真人了 特别是那个长得像我爸的 我爸和我妈从我五岁那年就离婚了 期间 我爸消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他回来之后请求我妈和他复婚 在我家住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 他对我实施了侵犯 幸好我被十三岁的哥哥救了 从那以后妈妈把他打了出去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次他去世我本来是不想来的 可是妈妈说 过了这一劫 我们就与他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还是过来得好 毕竟不要让亲戚们看笑话 否则那些农村的亲戚 不知道该怎么在背后说我们呢 我左等右等等不到那个司机回来 只好自己鼓起勇气爬上了车斗里 想要把那两个指人搬正 突然间一阵喀哒哒哒的声音 其中一个指人竟然扭过头来 转动着脖子对我诡异地笑了 啊 我的心脏狂跳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深更半夜遇见这种事情 我孤身一人怎么可能会不害怕 那司机说去前面看看 到现在也不见踪影 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这诡异的车里面 对两个指人 只好往那司机离开的方向追去 乡下的山路崎岖难行 很是荒凉 我往前追了一段路 身边止于黑暗 听不见半点声音 脑子里回想起那两个诡异的指人 还有那个诡异的笑容 让我浑身发冷 不由地蹲在路边大哭起来 突然我感觉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啊 我惊叫着抬起头 居然是我哥来找我了 幸好幸好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那两个指人追上来了呢 我赶紧把我哥拉到车边 对他说起那两个指人的诡异之处 没想到我哥却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 你说指人会动 还对你笑了 他随手扒拉了两下 那两个贴在后车窗玻璃上的指人 那两个指人到了他手里 就像面捏的一样 随他揉捏 他痴笑我一声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胆子这么小 这么大人了 竟然不知道指人怎么可能活过来对你笑呢 是不是没吃晚饭 滴血糖犯了眼花了 啊 这 可能是吧 我的却患有滴血糖 而且 今晚也确实没有吃晚饭 刚才下车的时候 我也确实感觉到 一阵头晕目眩 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 我哥陪我蹲在路边等了一会儿 原来是那个司机发现车坏掉了 就自己一个人跑回村里去取工具 路上碰见了我哥 他不放心 我一个小姑娘单独留在荒郊野外 就让他来看一下我 等那司机修好了车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我们三个人沉默地挤在车厢里 往家里开去 回到家之后 我们把纸人卸下车 放在了墙边上 等待明天送入坟地 就要按规矩把它们烧掉 后半夜 守了一天一夜的我哥 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我心疼他 让他和我妈一起去睡 我自己一个人待在灵堂里 呆呆地烧着烧纸 我心想着经过这最后一次 我便与这人再无关系了 我对我爸其实说不上痛恨 毕竟那时候我实在太小了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印象 也完全忘记他对我做过的事情了 从小到大我只觉得 我哥对我的保护有些过于扭曲 大约是因为他小时候目睹了 我爸对我侵犯的过程 才让他的对我的保护有些过于周全 大约凌晨三点多钟 我也撑不住了 整个人昏昏欲睡 就在此时 我听见灵堂外有咔哒咔哒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人在咬指甲一样 我瞬间一惊 清醒了起来 后半夜的灵堂静悄悄的 只有我一个人守着一具尸体 院里那咔哒咔哒的声音 是从墙角传来的 我略微靠近一些 听见那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躲在房间的一角 朝那声音的来源悄悄看去 月光照耀之下 院子里倒没有什么黑暗的地方 让我能够清晰地看见那恐怖的一幕 就是之前被我从镇上买回来的 那两个纸人 其中那个女性 纸人肚子上的纸 已经被一双 诡异惨白的双手抠破了 那双手从那纸人的肚子里伸了出来 像一双鬼爪一般 挠着那纸人的肚皮拼命往外钻 仿佛有什么鬼怪 要从那纸人肚子里诞生一般 我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 强迫自己不能叫出声 此时亲戚们已经回去了 家里只有我 我哥和我妈 他们俩都在熟睡之中 在离我最远的那个厢房 若是我现在大叫出声 那鬼怪肯定会盯上我 我悄悄地向柴房方向移动着 祈求着那鬼怪千万不要盯上我 终于挪到了柴房 我默默地打开门 那情景要多 诡异有多诡异 就像任何恐怖小说里 女鬼的诞生一般 我赶紧捂上双眼 我怕她转过来的那一刻 我看见什么更加恐怖的一幕 巴达巴达 我听着那女人走路的声音 从远极近 她似乎是要进入灵堂 我的指甲狠狠地抠进了自己的肉里 浑身汗如雨下 赶紧掏出手机 给我哥发短信 你快来 灵堂里有个女鬼 然而我哥手机的铃声 却从灵堂的方向传来 这个丢三落四的人 居然把手机扔在了灵堂上 那手机嗡嗡震动的声音 吓了我一大跳 我探出头去想看一看 灵堂上是什么情况 却看见那个女人的身影 沉默地立在了我爸的尸身前 不知道这鬼或者说 这人跟我爸有什么瓜葛 只见他撩起了我爸尸身之上的盖脸部 啪啪给了我爸两个响亮的大耳光 力气相当之大 把尸身的脸打向了我的一边 我这才发现 我爸的死相未免太过诡异 他的脸色死青灰白 双唇发紫 牙关紧咬 更重要的是 他竟然睁着双眼 眼神之中甚至能看出 一股子不甘心的神色 这场面哪里像是我妈说的 得疾病死的样子 分明就是被人毒死的模样 难道说他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人害死的 想到这我不禁浑身一抖 是谁害死了我爸 据我所知 自从我妈和他离婚以后 他虽然找过几个女朋友 但一直未婚 近几年更是赌债缠身 连女朋友都没有了 亲戚们被他借了个遍 根本没人愿意跟他来往 难道说 我想起前段时间 我哥跟我抱怨 我妈非得在我爸生病的时候 去照顾他 在我爸最后的日子里 陪着我爸的好像只有我妈 难道说是我妈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 我心中一脸 赶紧回头 结果没等我看清来人的模样 头上就挨了一棒子 隐约中我听到有人轻声说道 这样他不会有事吧 是谁敲晕了我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过来 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妈和我哥 焦急地围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了过来 我妈赶紧握住我的手 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头还疼不疼 我哥也急切地凑上来 你昨天可吓死我们了 自己有滴血糖 却不知道好好吃饭 昨晚凌晨的时候 还是我发现你晕倒在灵堂里 幸好我发现了你 否则你这小命都难保了 原来是我滴血糖晕倒了 我扶着晕晕乎乎的头坐了起来 感觉后脑勺隐约一阵 又一阵的疼痛袭来 可我明明记得昨晚 我看见一个女鬼 站在我爸的灵堂之上 而且我还看见 后头的事情 我记得不大清楚了 不知有多少事 是我滴血糖之后的幻觉 匆匆吃过早饭 亲戚们也都到齐了 今天就是下葬的日子 我哥在前头扛着灵帆 我在后头捧着火盆 我妈扶着灵鹫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村里几个堂兄表哥帮着台上棺材 稳稳地走在初村的路上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直到我听到身后 一个表哥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棺材怎么感觉这么轻啊 我哥却恶狠狠地回头瞪了他一眼 我从没见过我哥那种表情 那凶恶的神情 好像要把那位堂哥吃下肚子一般 虽说这位堂哥嘴确实有些快了 犯了忌讳 可我哥平时绝对不是这么凶恶的人 今日不知怎么的 竟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这么小度机场 我有些歉意地回头笑笑提醒那位堂哥 堂哥 有忌讳这话不好说的 那位堂哥年纪不大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 一行人到了坟地 那四位堂哥把棺材框的一声放了下来 就在大家想要把棺材下葬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耳边有一阵咔哒哒哒的声音 那声音非常像昨晚我听到的 那个女鬼撕指人的声音 我心中陡然一惊 难道是那女鬼又来了 我本就胆小 想到这一劫 赶紧抓住了我哥的胳膊 小声对他说道 哥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想到我哥对我一阵嘲笑 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这大中午的难不成你还怕鬼 话音刚落 我妈转过头来 狠狠瞪了我们俩一眼 似乎是在嫌弃我们 太不忌讳坟地之上的用词 的确 按照规矩 我们这些话 完全不能在死人的场合讲 但我确实听到了 那咔哒哒哒的声音 我寻着声音找去 那声音就像在我耳边一般 正是指甲挠着指的声音 终于 我在堆放着指人的角落里 发现了那声音的来源 一看之下我更是心惊 竟然是昨天那个面向上 极向我爸的指人里传出来的 指甲抓闹指张的声音 听着那诡异的指人 肚子里传来的声音 我不禁心脏狂跳 难道说 这个指人里 又要钻出一只不同的鬼来吗 这青天白日 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能够让我在白天和黑夜 分别碰到两只不同的鬼 按理说 我不该这么迷信 可昨晚我明明看到 指人里钻出一只浑身红衣的女鬼 随着那指人的抓闹之声越来越大 我的心脏砰砰砰地直跳 妈 妈 你快来看看这个指人有古怪 亲戚们听到我的喊声 全部都围拢了过来 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只甲抓闹指张的声音 哎呀 晚晚吗 指人好像在动啊 一个大婶惊叫道 这时已经有亲戚发现指人的不对劲之处了 还是我同族的一个三叔公懂得多 他一看那指人就敏感地察觉到不对劲 随后便沉稳地说道 你家这指人不对劲 怎么个个都点上了眼睛 老话说指人点睛 闫罗睁眼 赶紧把这指人烧了 别待会儿有了异状 众位亲戚纷纷附和着点头 毕竟大家的心中都开始暗暗害怕了起来 要不咱们就听三叔公的 把这些指人指码烧了吧 反正一会儿棺材下葬之后 这些东西也是要烧的 我拉了拉我妈的衣袖 劝道 我妈面上却露出难为难之色 这不是我不肯烧 是这指人指码是定做的 又说道 我妈向大家解释着 前段时间晚晚爸快去世的时候 家里来了一个道士 她说 晚晚爸病得诡异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家的运势 如果放着不管孩子们也会跟着受罪的 我听了她的话 向镇上的店里订购了一批特殊的指人指码 她已经交代过了 这些指人指码必须在正午时分 避开人群 独自烧掉 才好破解孩子们身上的霉运 否则 我的两个孩子 今后生活不顺 还会遭遇大难 农村的人们本来就迷信 我妈一说这话 大家纷纷附和点着头 说道确实不能烧 该听大师的 可我心里却明确地知道 我妈这话说出来全都是唬人的 因为我妈从来都不信什么大师 前几年有个和尚上门来要给我算命 说得天花乱坠 说我命里有一截 让我妈给她点钱 就能给我破解 我妈二话没说 提起扫把 就把她打了出去 当时我就知道 我妈根本不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而且最近 我和我哥过得顺遂得很 根本就没有遭遇什么挫折 甚至我前段时间刚考上了研究生 算是我生命中最顺遂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妈说的这话 只能是搪塞大家 联想到我爸死亡的异状 看来我妈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要瞒着我们 棺材已经随着众人七手八脚的努力 顺利下葬了 我妈很快就把当场的亲戚 全部都忽悠走了 晚晚 你帮妈妈送送这些亲戚 我妈吩咐我道 我心中猜测 她这是要把我也支开看来 看来 她要背着人做的事情 已经准备好了 我送走亲戚后 偷偷地蹲在了坟包之后 想要看清楚 我妈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所在的这个坟包 只能看到我妈的背影 只见她把所有的指人指码 全部都归拢到一起 把那个长得非常像我爸的指人 放在了最上面 这时她拿出手机 不知道给谁打了一个电话 没过一会儿 一个窈窕的身影缓缓而来 看着那身影 我不禁大吃一惊 那人红衣红裤 竟然是昨天的那个女鬼 她背对着我跟我妈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不知道我妈对她说了些什么 慢慢地她便平静了下来 应该是他们两个人 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 我此刻已经断定 此人是人不是鬼 只是不知道她到底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见她俩已经把那些指人 指码点着了 指人的焚烧现场 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 我看见那个极像我爸的指人 四肢诡异地扭动了起来 里面还传出了阵阵惨叫 那声音也极像我爸 我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吓得捂紧了嘴巴 那指人李庄的竟是活人 我爸居然并没有死 而是被我妈活活地烧死 在了自己的坟墓之前 我看着她哀嚎 扭动着身躯 浑身都起了火 我想起昨天 我在灵堂上 看到她清白着脸色 暮暮远征 现在想来 根本不是中毒 应该是被注射了镇定剂 躺在了那里 怪不得在灵堂之上 我妈一直用眼睛挑着她的尸身 应该是怕她突然醒来吧 我的心中咯噔一下 我妈竟然杀了人 还是在我眼前 我该怎么办 正在我纠结的当口 那坟地之上传来了一阵尖厉的大笑 那声音粗粒干雅像老瓜一般 这声音太过熟悉了 我猛然想起镇上纸扎店的那个老板 他的声音跟眼前这个大笑的女子一样 原来这女鬼竟是镇上长生店的老板吗 这样就完全说得通了 趁着我们装卸纸人的时候 他一路尾随 钻进了早就准备好的纸人中 而我爸的身体 也是这样被他们带到坟地中的 他们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我爸办了葬礼 谁会想到我爸是被他们烧死的呢 好一个神不知鬼不觉 这信息量未免有些太大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蹲在坟包后面 颤抖着身体无紧嘴巴 只想逃跑 我虽然知道 我爸带我妈一直不好 但我从来没想过 他们之间的仇恨 竟然能在二十年后 能让我妈对我爸痛下杀手 眼下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我 真的不知道是该举报 我妈还是替她隐瞒下来 我想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好的选择 百般无奈之下 我只好拨通了我哥的电话 嘟嘟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哥的手机铃声居然在我离我不到五步之外的地方 响了起来 那声音响遍整个坟场 让人不禁心中一颤 我颤抖着扭过头 看见我哥拿着手机 目光阴侧地盯着我 他就站在离我不到五步之外的地方 手里还拎着一支铁锹 我心中一紧 眼前一黑 我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我已经身在医院周围一片白色 我妈双眼通红地抓着我的手 显然是刚哭过 我哥沉默着站在病房门口 此时 我已经清楚地记得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霸灵堂之上 我的确是看到了那个女人 她和我妈和某杀了我爸 我对我妈和我哥已经完全不信任了 看他们的眼神里带上了深深的恐惧之感 在我眼里 这两个往日我最亲近的人 已经变成了杀人犯 我甩开了我妈的手 质问她 你为什么要杀我爸 听到我这话 我妈睁大了眼睛 像是有些愤怒 神情中又带上了一丝哀伤 她颤抖着问我 你说什么 我心中的正义已经占领了高地 完全不顾亲人的脸面 我瞪着她 想象着自己直面威胁 正义凛然地问道 我全都知道了 那天在坟地里 我看见你和长生殿的老板 一起烧死了我爸 其实 灵堂是假的 我爸那时根本没死 对不对 他 一个清脆的耳光 落在了我的脸上 是我哥打的我 我哥愤怒地瞪着我 打我的手 还在微微颤抖 最后 他只咬了咬牙 双目星红地对我说道 最近你只是累病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事情已经办完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然后他拉起我妈 只把我自己一个人 扔在病房里 转身就走了出去 直到他拉着我妈走出去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哥从小到大 都没有碰过我一根手指头 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打架 都是他护着我 上学的时候 也是他一直保护我 从来不让我受任何欺负 有一次因为我他和校爸打架 还因此被人砍伤了头 我从没想过 今天因为我妈杀人的事情 她竟然能够给我一耳光 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的 可我明明只是为了 匡扶正义而已 我又没有向警察举报我妈 我只是想问清楚 他和我爸到底有什么过节 能让他在二十年的时间之后 对我爸痛下杀手 我哥未免也太不相信我了 难道他们对我二十多年的陪伴 还不及一个叫做父亲 却没有尽过一天 责任的禽兽的命吗 就算我知道了其中的原委 我也不会对警察透露半个字 毕竟那是我现存的唯一的亲人 从小陪我长大 我知道他有多么的辛苦多么难 他有任何苦衷 我都能够理解他 但我哥居然问都没有问过我 也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一句 就给了我一耳光 他们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即便是同盟 我也能够为他们作证的呀 我偷偷跑出了医院 想要在坟地之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整个事情的原委 虽然生我妈和我哥的气 但我却不能对这件事情放任不管 我一个学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做事情肯定比他们俩要谨慎专业一些 我甚至在路上还想过 如果能把罪过都推到长生殿的老板身上更是好 万一警察发现了什么问题 比如消失的一部分 也无论如何查不到我妈身上去 然而这次在坟地的发现 却让我大吃一惊 我是在晚上赶到坟地的 下午的时候 我妈于心不忍 又来给我送了一次晚饭 但看我对她还是爱搭不理就走掉了 我趁着她离开的时候 偷偷换好衣服来到了坟地 本来的目的只是帮她们掩盖痕迹 但我却在月亮出生的时候 在坟里发现了昨天的那个红衣女人 就是长生殿的老板 我当下便要求同学帮我查了这个女人的背景 做辅警的同学很快就给了我的回答 原来是个女人叫赵金花 二十年前是我们村里响当当的美人 她的名头很大 不仅仅是因为长得漂亮 当年作为唯一一个考上清华美院的大学生 她前途无量 然而这一切都在她高三毕业那一年 被无情地斩断了 赵金花和我妈是闺蜜 当年我妈和我爸结婚的时候 赵金花作为伴娘参加了我妈的婚礼 老家一直有闹伴娘的风俗 加上我爸的那些兄弟朋友都很无赖 他们竟然趁着这个风俗 在婚礼上轮肩了赵金花 这件事之后 赵金花不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还远走她乡 好多年没有出现在村子里 而作为罪魁祸首的 我爸和他那些兄弟 仅仅是带头的两个人 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已 因为表现良好 也早早就放了出来 怪不得 我哥说我们小时候 我爸被判过三年有期徒刑 原来就是那个时候 也怪不得那扎纸垫的纸人 那么栩栩如生 赵金花的天赋 让他与平凡的人本就不同 可是他和我妈 为什么选择在二十年后 结束我爸的生命呢 明明那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据我所知当年参与的几个人 已经全部都意外死亡了 等等 全部都意外死亡 想到这我不禁心中一惊 难道这些人的死亡 也像我爸的死亡一样 不是意外 我还想再打听 其中的关键信息 但我的同学却说以后的信息 都不是他的权限 可以查看的了 他的权限只能看到那些人 是意外身亡 有的自杀 有的意外身亡 剩下的卷宗 不是他的权限 能解锁得了的 知道了这所有的一切 都与赵金花有关 我只好来到长生殿 查询蛛丝马迹 长生殿的气氛 还是那么诡异 这次我没有执着于 殿门和殿面里 停留的那些诡异指人 而是绕到了殿后 赵金花的住处 令我吃惊的是 这间屋子里 竟然摆满了他的作品 我一幅又一幅地看过去 那些作品生动形象 有着一股呼之欲出的 生命力量 我按道可惜 如果赵金花从清华美院毕业的话 那么现在 她会不会成为一个 小有名气的画家 她心里肯定非常怨恨 那些轮奸踏的人 他们不仅毁了她的清白 还毁了她的前途 让她终生困困在这个小镇上 成为一个农村妇女 还要受人指责 于是她就这样 开了一个纸扎店 把她的美术天赋 都放在画着制作这些纸人之上吗 那她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地 杀死那些当年的凶犯呢 我现在已经很确定 是她杀死了那些人 因为她的店面里 每一幅画的场景 都是那些人的死状 常年生活在村子里 虽然我对那些人并不熟悉 但是隐隐约约 还有一些记忆 我一幅一幅地仔细看着那些画 猛然发现这些人 都有一个通用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被重重叠叠地 包裹在纸人之中 有些挣扎 有些闭目 应该是已经死了 才封在纸人之中的 也有沉堂的 也有被毒药毒杀的 如果这些画作中记录的 都是真实的场景 那这些画作 是否都是记录了 赵金花的杀人经过 正在我沉心静气地 观察这些画作 并拍照记录的时候 身后一声巨大的响声 推开了门 是她回来了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 冲进来的那个人 并不是长生殿的老板赵金花 而是我妈 我妈冲上来 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耳光 我被打得一愣 不禁致问道 妈 你为什么打我 我不会透露你们的事啊 听到我的回答 我妈明显一愣 却还是把我揪了出去 知道此事的原委的时候 我已经坐在了 赵金花所住的小楼上了 二层小楼内 是赵金花的闺房 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有嫁人 这小屋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她 我才发现她竟然这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时 让我误以为她是老婆婆的 是她一头花白的长发 她的神情 在叙述中有一种 带着一种癫狂的通透之感 在我妈和赵金花的叙述中 我渐渐地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我想的没错 我爸就是赵金花杀的 但我妈却并不是同谋 据赵金花讲述 这二十年的日日夜夜 她每一天都在想着怎么复仇 前面几年她远走她乡 为了父母的面子 为了亲戚们的疏远 她只好忍气吞声 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日子 等她回来以后 那几个混蛋已经坐牢出狱了 他们竟又到纸扎店来 对她进行无边的骚扰 第一个是一个意外 她到纸扎店来骚扰赵金花的时候 不小心被赵金花用作杂纸的工具 刺上了双眼 当时赵金花也是气疯了 随即对她又捅又打 发泄着多年以来的怨气 最后不出意外 她死在了赵金花的纸扎店里 赵金花怕被人发现 只好把她用纸封起来 做成纸人 拖到门外 将要烧掉的时候 却碰见了隔壁村的白氏 那几个小伙子 迷迷糊糊地以为 赵金花拖来的纸人 是那一户人家订购的 于是在焚烧纸人的时候 就把那尸手丢了进去一起烧掉了 这件事情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悄无声息地就解决了 这时候赵金花才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后面的几个人 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死了个精光 只剩下我爸一个人 因为我爸没有并没有 直接参与当年的事情 本来赵金花是想留他一命的 可是后来我爸因为赌博输光了 加上与我妈离婚进了监狱 我妈经常找赵金花哭诉 赵金花也暗地里帮衬我妈 我们小时候并没有见过她 也是因为她刻意避着我们 我爸去了外地几年之后 前两年又回到了村子里 无意间她发现了赵金花在镇上的店 就在她上门骚扰了赵金花两次之后 赵金花其实就已经起了杀心 但能够让我妈参与到其中的契机 还是我爸又找上了我 她不知道在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学校 威胁我妈给她钱 否则她就要找到我的学校 去做当年她对我没有做成的那件事情 我对此事一点都不知情 我心中不禁一阵恶寒 我从不知道我爸有这么禽兽的一面 怪不得这么多年以来 我爸我妈和我哥对我爸的谈论 一直都讳莫如深 而我哥聋了的那只耳朵 居然也是我爸打的 只是因为他十三岁的时候 发现我爸想要侵犯我 及时地阻止了他 我爸一生气就甩了他一巴掌 没想到打得太重了 我哥的耳朵被他打聋了 那天夜里我在我爸灵堂之上看到的那个女鬼就是赵金花 原来她一直藏在纸人腹中 就如同我推断的一样 在我和司机开车拉着纸人离开的时候 她偷偷爬上了车厢 藏到了纸人中 来到灵堂之上 她把我爸的尸体装进了纸人之中 又用另外一个纸人替换了我爸尸体的位置 因为盖着白布 所以谁也不知道 尸体已经被替换成了纸人 所以堂兄才会说棺材太轻了 听到这里我深觉有点不对 入恋的时候 是我哥亲手入恋的 如果我哥没有参与到其中的话 那么是入恋的是纸人 是绝对瞒不过我哥的 我突然回想起我哥在送葬的时候 对堂兄说的那句棺材太轻的反应 看来我哥也是参与了其中的 一边是家人 一边是律法的正义 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对于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来说 最痛苦的 莫过于自己家人犯了罪 无法辩白 此刻的我真的希望自己 完全不懂法 这样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替他们隐瞒此事 可是现如今却不行 我真的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 然而我的担心 却在十五日之内就结束了 赵金花死了 她死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穿着那一身她最爱的红衣上 花白的头发 已经特意染成了乌黑的模样 好似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样子 两个大辫子垂在身体两旁 她安静地躺在纸扎店里 我妈闻讯赶来的时候 尸体都已经僵硬了 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何会去死 邻居们只是唏嘘着感叹 她这悲苦的一生 我听得心里只想冷笑 她活着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帮助她 现在她死了 她们却在这里假惺惺地坐着善良的模样 我从不知道 我心中的正义会以这样的方式来临 这并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那种样子 直到很多年后 我成为了一个律师 同时也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我才想明白 可能那样的结局 对于赵金花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了 谢谢观看